我們不只是緊急海淡作為抗瀚的預期 未來還會有長射海淡 成為多元的水源之地 陳建仁院長已經回憑第一波的海淡廠長射計畫 會先在台南跟新竹行動 除了政府投資建設之外 海淡水產出之後 也會由科技大廠 共同分擔較高的營運成等 進到企業的社會整備 我們也會試建設的情況 持續規劃包括高雄在內 後續海淡廠的建設計畫 但是我也要請我們的水利屬於最嚴謹的態度 持續確保我們共存掉的工作 看看工作還沒完成 我們也不能夠鬆懈 要繼續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